我很高兴能够有这个神圣的机会来举手支持本教会的领袖 我也由衷欢迎张文汉长老和尤里希斯数位长老加入十二使徒定额组 你们在这召唤上的服务会造福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家庭 我迫不及待要和你们一同服务和学习 我祈求圣灵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起学习救赎一项非常重要的咸性特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效法 我会先举几个这项基督般特质的例子 然后会在我的演讲中稍后再谈论这项品格 请仔细聆听每个例子 等我提出一些问题时 我们在一起想想可以怎么回答 第一个例子 我们在新约中学到一位少年才主问耶稣 父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救主说道 首先劝勉他人遵守诫命 接下来主特别根据这少年的特定需要和情况 向他提出另一项需求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把这个少年才主的回答 与摩尔门经中所描述的爱妙来克的故事做个比较 爱妙来克是个勤劳且富裕的人 有很多亲戚和朋友 他说他多次 蒙招却不肯听 他是个知道神的事 却不想知道的人 爱妙来克是个好人 但却挂念着世俗的事物 就像新约中所描述的少年才主一样 虽然爱妙来克之前曾经硬起心来 但是现在他服从一位天使的声音 在家中接待先知阿尔玛 提供他需要的滋养 阿尔玛来访期间 爱妙来克的灵性被启发 他被召唤去宣讲福音 接下来他为了神的话 舍弃了所有的金子、银子和宝物 也被以前曾经他朋友的那些人 以及他父亲和亲戚所排斥 少年才主和爱妙来克做了不同的回应 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第二个例子 摩尔门经描述了其中一个战争危险的期间 尼菲军队的总队长摩罗奈与全地的首席法官 及同志者派赫兰之间有一些书信的往返 摩罗奈的军队因缺乏政府充分的支援而受苦 于是摩罗奈写信给派赫兰 在信中讲了一些谴责的话 控诉他和其他领袖漠不关心 都带漠视圣经是说他们是叛徒 派赫兰大有理由对摩罗奈和他所做的不识指控怀恨在心 但他没有 派赫兰怀在心回应 提到有些人造反反对政府这些事 当时摩罗奈并不知道 接着派赫兰说 看啊摩罗奈我告诉你 我并不因你们所受的大苦难而快乐 使得你们的苦难使我的灵活忧伤 你在心中责难我 但是没有关系 我并不神奇 且因你宽大的心胸而快乐 派赫兰耐心地回应摩罗奈的指控 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第三个例子 在六月前 总会大会上罗素纳尔逊会长谈到 他响应多马孟孙会长的邀请 去研读沉思和应用摩尔门经中所包含的真理 他说 我一直试着跟从他的中古 除了别的别象以外 我还列表说明了摩尔门经是什么 他证实了什么 斥责了什么 应验了什么 厘清了什么又揭露了什么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摩尔门经是一项很有见解又启发人性的活动 我推荐给各位都这样做 亨利艾宁会长也同样强调旅行 孟孟孟孟会长这项要求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说 我每天阅读摩尔门经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许我可以合理地讨讨讨论 我可以合理地认为孟孟会长的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 但是像你们许多人一样 我觉得先知的鼓励和应许 似乎在邀请我要更加努力 我和你们当中所有人所获得的欢喜成果 正如先知所应许的那样 这两位主的教会领袖立即且真心地响应 孟孟会长所提出的邀请 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我并不是说艾末莱克、派赫兰、纳尔逊会长和爱宁会长 有这种灵性坚强的回应只是一项基督般的特质 当然,由于许多互相关联的品格和经验 才能使这四位神的高尚仆人 在生活中表现出这样灵性的成熟 但救主和他先知都强调 有一项重要的特质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充分地了解 并努力融入生活中 请注意在下列经文中 主用来描述自己的这项特质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就彼得想安息 救主在所有可以选择的品格和美德当中 选择强调温顺来教导我们 在1829年,先知约瑟斯密获得了一项启示 这可以明显地看出类似的模式 主宣告 向我学习,听我的话 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 你并在我里面得到平安 温顺是救主明确展现出来的一项品格 温顺的特点在于想意,正义的是 愿意顺从,以及能坚定地自我约束 这项特质能帮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 艾妙来克、派赫兰 纳尔逊会长和爱宁会长 他们各自所做的回应 例如纳尔逊会长和爱宁会长 正确且迅速回应孟生会长的鼓励 要阅读和研读摩尔门经 他们两个都在众所瞩目的重要教会职位上服务 而且已经研读经文十几年了 然而他们所做的回应 没有丝毫犹豫或妄自尊大 艾妙来克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接受召唤去宣讲福音 远离舒适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 派赫兰蒙府有洞察力和坚强的自治力 选择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回应 他向摩罗乃说明国家因为内乱而产生的困难 在现代社会 温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往往受到误解 温顺是坚强而非软弱 是积极而非被动 是勇敢而非胆怯 是克制而非放纵 是谦虚而非自夸 是温和而非鲁莽 温顺的人不容易被激怒 不自负或骄傲 并且很容易赞赏别人的成就 谦卑通常表示依赖神 时时刻刻需要他的指导和支持 然而温顺的一大特质在于 我们选择在灵性上虚心受教 不仅向圣灵学习 也向那些在能力、经验或教育程度方面略有不足 没有担任重要职位 或可能看起来贡献不多的人学习 想想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他如何克服骄傲 温顺地接受仆人们的劝告 去服从先知以利沙 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 温顺尤其能保护我们的灵性 防止我们因为骄傲而变得盲目 骄傲通常是因为居高位 掌管要职、拥有权力、财富 以及人们的恭维奉承 温顺 培养温顺这项品格 要透过自己的渴望、正义和拥有道德选择权 以及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 温顺是我们可以适当寻求的一项属灵恩 因此 然而我们应当记住 获得这项祝福的目的 是为了让人、神的儿女获得益处 要为他们服务 只要我们归向救主并跟从祂 就会渐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能够变得更像祂 圣灵会增加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懂得自知 并且有稳定、冷静的态度 因此身为主的门徒 温顺要成为我们的特质 而不只是我们要做的事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却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他的知识和能力原本可以让他变得骄傲 可是摩西蒙德 温顺的品格和属灵恩赐 使得他的生命中减少了傲慢 也让他成为有令的工具 协助达成神的目的 救主是温顺的榜样 在救主自己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找到温顺最崇高 最有意义的榜样 伟大的救赎主将至万物之下 受苦流血而死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易 温顺地洗尽他的门徒 沾满尘土的脚 这样的温顺 使主在为人服务和担任领袖时 一个显著的特点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遭受 剧烈的痛苦 在响应正义的事 和愿意顺从方面树立的最佳榜样 到了那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他跪下祈祷 说 天父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在这个关乎永恒而极为痛苦的经验中 救主的温顺向我们每个人说明 知道神的智慧 高过我们个人智慧的重要性 主一直以来都愿意 且顺从保有坚定的自知 这让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莫大的鼓励和启发 武装的一群圣殿守卫和罗马士兵 抵达克西玛尼元捉拿耶稣 逮捕了他 彼得拔出他的刀 把大祭司仆人的诱饵割下 然后救主摸了这仆人的耳朵 医治他 请注意 他伸出手 祝福这个要捉拿他的人所用的天上力量 也同样可以用来阻止 守卫捉住他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也请想想 夫子如何在比拉多面前被指控和定罪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被出卖的期间曾说过 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拆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可是 说来矛盾 这位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 却在一位临时任命的官员面前受审 耶稣能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循服 寻服 圣觉稀奇 从救主有涵养的回应 坚定的自我约束 以及不愿为个人益处 运用他无限大能的态度 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温顺 摩尼门指出 温顺是所有灵性能力和恩赐赖以发展的基础 所以 人若有信心 就必定有希望 因为没有信心 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看啊 我要再次告诉你们 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希望 若不这样 他的信心和希望都是枉人 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 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蒙接纳 人若心里温顺谦卑 必见着圣灵的力量承认耶稣基督 就必定有仁爱 因为他若没有仁爱 就不算什么 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仁爱 救主说 温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顺是神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质 由于救主的赎罪 我们可以透过赎罪 在生活中获得和培养温顺的特质 我见证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已经复活而且活着 我应许 只要我们行走在他灵的温顺中 他会指引保护和巩固我们 我确信这些真理和应许 并为此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